這樣有長度的 它要吹泡怎麼吹 其實用手很簡單 這是水 就是模擬洗完頭的樣子 你的手勢 要有一個 就是 拉 看得到嗎 要有一個拉的動作 我先吹一拖給大家看 我講完了 這樣子 你看我放下來 你看這樣子 它就會有一個弧度 所以我就一層一層 所以如果你是像這種長度的人 我會建議是你的手勢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是用手這樣子夾 然後吹風機就這樣 然後這樣夾 吹風機就這樣 然後後腦勺就是你的手勢是這樣拿 往上 所以一定要像老師這樣 是蓬得不可以這樣對不對 不可以 可以抓一把 不可以 是要抓片這樣 對 是一片的 剪刀手的意思 因為低頭吹你的頭髮會變成 被吹它 往外看 因為這樣子 你頭髮的鬆度就會出來 你剝的時候 因為其實這是最簡單的 這也是我在髮廊 幫每一個客人吹頭髮的習慣 我發現是最好用 然後其實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如果它做旁邊的一個彎的話 如果你電棒不會控制的話 它會變成有一個折痕 然後會變成一個圈痕死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這種小支的 其實也不好控制 這個比較適合瀏海 可是板牙通常它會有這種寬度 或者是像 再寬的都有 你的那個還滿寬的 但是其實大家要切記 就是我們看這樣 像這個麵來講 它全部有一個圓弧形 它不是扁扁的 一定要有這個圓弧形 這個圓弧形 因為你等一下做那個彎的時候 才會漂亮 因為如果你旁邊這個是扁扁的話 你夾起來它就是一個直角 它不是一個弧形 教大家的是 你比如說像它的這個 你不要想說我短頭髮 我分一層就好 不行 一定要分兩層 最基本都要分兩層 你的自己的手勢 雖然我是長的 可是你們自己的手勢 分法 因為大家都會說我們操作 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我頭髮 我這樣對不對 我進來 你要看弧度 是這樣 然後到尾巴的時候 要深一下那個 對 它那個弧度才會漂亮 才會自然 然後這個也是 就是這樣 然後到尾巴的時候 然後到尾巴下 對 有沒有 它就會有這個弧度 瀏海 我只要夾根部 只有夾根部 要看縫隙瀏海 只有夾根部 尾巴不要動 尾巴夾的話 我怕你們控制不好 看好 放上去一個折 可以 那是因為它頭皮的 濕情 我跟你講 為什麼剛剛 一定要先夾根部的原因 是因為 就是比較韓系的空氣瀏海 它的重點是在根部有膨度 你夾完之後 你就是隨便這樣等一下 撥一撥 它就不會像剛剛 它是一片死死的 因為其實你夾的方式是對的話 你撥它不會是 像它講的這樣亂翹 對 然後你撥完之後 它要塞也可以 很像那個日本代表那樣 就是下面 三角形 對 專跑整理其實沒有想像中容易 垂枕的手勢和工具都很重要 才能得到出可愛又俏麗的髮型